Hello Hello 2020年4月26日 各位萬迷早晨 歡迎到今日的萬迷早晨節目 今日講的題目跟青訓有關 但並不是為大家介紹一些年青的球員 而我在Guardian看了一篇文章 他寫得很好 寫了一些我完全不知道的東西 究竟我們的青訓 與我們的一隊 甚至與我們的名宿 是怎樣可以連成一線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會很多時候 在當地或世界各地 都會找一些很年輕的青年人 來賣聯試腳 如果試對了 如果他未夠17歲 就會給他們一些獎學金 在當地讀書 甚至乎我曾經說過 有些家長求探 給他們一份工作 即使他父母也有 如果他一定的情況需要的話 另外 他們一邊讀書 一邊踢球 一邊練球 直到他們捉了歲數 就會跟我們簽一張職業合約 其實這個過程中間也有很多事情 尤其是今年 現在這個時候這麼特別 又停賽又停操 甚麼都沒得做 但其實這篇文章 是一個 青訓年青人的家長寫的 他就分享了給我們聽 他的兒子在萬聯 踢 腰隊或者踢球 其實究竟是一個 什麼的經驗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 大家想一想 究竟原來球會 我們經常說青訓青訓 其實是怎麼做的呢 我相信 萬聯做的青訓 是真的有他的一套 我相信不少的其他球會 都有做類似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作為萬聯球迷 我就覺得 原來我們球會在青訓方面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買一些聰明的聰明 小朋友回來 訓練他踢球踢球踢球 其實我們也曾經說過 萬聯的青訓是嘗試會 照顧你多方面 我很記得 我忘記了哪位名宿說過 或者不止一個名宿說過 萬聯的青訓 不是只是訓練你踢球 是怎樣訓練你成為一個好人 或者一個正常人 或者這麼說 這篇文章 就在《家庭報》 看到寫一個人 叫Tanya Alfred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個星期五 我真的很有趣 我可以去八卦 傑斯的廚房 很近距離 看到傑斯的廚房 有些燈飾 當然 不是真的去動他家 是經過一些 zoom 或者經過一些視像的軟件去看到 其實之前的一個月 大致上都是這樣的 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其實 這也是跟整個萬聯的青訓有關係 這個經驗就是什麼 稍後會講到 究竟 在這一段時間 平常來說 他的小朋友 這位Tanya的小朋友 就會 踢球 回去萬聯練球 一個星期幾天 但是 現在 不能練球 但原來 球會 一些名宿 或者一些現役的球員 都是跟年青的球員 和他們家人 是不斷有聯繫著的 他回憶當時是怎樣 他說在2014年 一個星期六的早上 一個穿著一件 萬聯 jacket 的人 走去 那時候他的小朋友 踢球 走去 邊線 給了一張 指 有他的電話號碼 那我看著這個人 我看著這個人 覺得這個人 原來他就是 一個萬聯的球貪 希望他的兒子 可以去 試一試 訓練 等球隊可以看清楚他 其實這個家長 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當時他的兒子 只有五歲 五年半之後 他已經是 日日 或者一個星期去幾次 萬聯練球 穿著這件紅色的球衣 已經是成為日常 其實每一次我們 載他去卡林頓的時候 他們都是很興奮的 其實駕駛那條路 都很麻煩 有塞車又等 但是這位家長 其實我們都很幸運 我們有機會 可以見識到一個 這麼厲害 這麼漂亮的 一個訓練場地 這麼好的一個青年的 訓練 但是他也說 其實為了一個小孩 可以在萬聯踢球 其實家長也要付出很多 例如每逢週末 就會載他去踢球 甚至乎看他們練 這樣 都少了很多自己的時間 但是 你得到的東西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而且你看到很多小朋友 在踢球 有些踢了一會 就可能走了 也有些可能 突然跳班 跳得很厲害 就是越踢越 高班高級 也有時候都會看看 究竟誰很厲害 但是 有些什麼可以聯合到他們 或者聚集了他們 就是 他們對這個足球 和對這個足球的教育 的 就是專心 專注 或者一個信心 其實 這位家長就說 我很少見到 有些紀律的問題 在萬聯 但是 當他們訓練的時候 其實他們很專注 不會說說笑 這件事 已經是習以為常 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他們都覺得 這些年輕人 都是很特別的 他們這麼年輕 就已經很專注 很認真去做一件事 他們有一個 好的目標 在後面 他們全部都是 知道 很清楚知道 他們在這裏 是有一個原因 還有他們 是需要 用足球相告 告訴他們 他們的教練 他們是可以的 OK 他亦都說 他說 萬聯 有一個很特別之處 他們永遠不會 亂答應你一些事情 其實 我感覺上 那個家長 感覺到 其實他們不是很 覺得 當小孩 太小的時候 就想著 他們要成為 職業足球員 萬聯的精訓 就是 讓他們 踢他們喜歡的足球 但是 他們就會做一些 文化上的事情 或者教育上的事情 好像近來 U12的隊伍 就去了一個展覽 做了一個展覽 在卡林頓 做了一個展覽 就關於 第一個 黑人足球員 究竟是怎樣的 又或者第一個 黑人的 軍隊 一個比較高級的 將領 帶領著一隊軍隊 帶領著一隊 一隊白爺的軍隊 是怎樣的 那麼 最重要的是 當他們做這個展覽 的時候 那些一隊的球員 是有走到來 卡林頓 走到來 這個場地 這個展覽 一起看 一直 跟小孩聊天 那 當這個 停賽 停操 大家都要留在家 的時候 幾天之後 突然間有一個 E-mail 一個電郵 來到我的 Mailbox 原來誰發的 就是 我們萬聯的 青訓團隊 都傳過來的 其實他沒有什麼特別的 他只是想問一下 大家怎樣 就是 希望 家長可以幫忙 令到小朋友 繼續回他們有紀律的生活 尤其是 希望他們可以多讀一些書 在這個時候 看多一些書 以及最重要 準時上場睡覺 就是希望 不要因為 他們不再操練 不再上學 就搞亂了時間 這樣 他就說 最深刻 對於這位家長 最深刻的一句 就是 接下來幾個星期 我們仍然都希望 各位的小朋友 可以繼續享受他們的童年 去嘗試 找一些 新的東西 讓他們去學 看看他們在家裡 找到什麼特別的東西 用多一些他們的想像力 以及真的要做多一些創作 很多時候 雖然現在是一個非常時刻 尤其是留在家裡很久 可能對於很多人來說 都很悶 但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時候 是發揮你們的創意 尤其是你們的小朋友的創意 也叫各位的家長 千萬千萬 不要在這個時候 逼你們的兒子練習 足球 因為 萬聯的宗旨是 希望小朋友 去做他們的足球典習 因為他們喜歡足球 OK 接著之後 這個家長就說 萬聯的清分 一直都有跟他們接觸著 他們會發出一些 集作指 來 希望小朋友可以 做到一些 自己照顧自己 運用這個時候 學習多些自我照顧能力 也做了一些短片 關於一些體能的操練 即是給小朋友的 就是在WhatsApp那裏傳給家長 也會每逢星期五 早上 就會有一個小時的問答環節 基本上那個問答環節 有超過 或者差不多200個小朋友一起看 第一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 就是一個問答環節 就是卡維克 卡叔 第二個禮拜 就是蘇斯克查 大家都知道蘇斯克查 是很耐心去對著這些小朋友 然後那個禮拜 就是傑斯 接下來 接下來就會有 拉斯福特 福仔 福仔大家都知道 他真的是一個 本地成長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甚至乎是 他自己小時候 都是有接受一些 免費的五產 就是在學校裏面 那麼他也都 福仔也都沒有盲本 他現在就做了很多事情 他籌到大約是 二千萬磅 幫忙籌到大約是二千萬磅 幫一個全戰團體叫Fair Share 他們就是希望 如果誰是需要有食物的話 他們都會幫助到他們 說真的 這個做法 我想福仔是其中一個 並不是唯一一個 他說每個星期五 早上一個小時的Q&A session 就是青年軍的頭 Nick Cox是負責的 其實他們的想法就是 大家都有共識 希望 這個就不是家長說 以下的就是Nick Cox說的 他說在教練團隊裡面 大家都有個共識 就是我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足球是很令到大家聚在一起的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 但足球就 冥冥中將他們擺在一起 有些小孩子 可能就很享受 跟他們家人的時間 但有些小孩子 可能覺得這樣 沒得出街 或者可能有些困難 有些朋友 甚至乎可能 在財政上 或者健康上 未必是這麼理想的 這段時候 因為有些朋友 可能住得比較 環境比較擠迫 尤其是 這些小朋友 正常的情況之下 會每個星期 有四至五天 跟我們一起操練 來到我們訓練場地 跟我們一起去練習 由於現在不能做這件事 所以對於他們的日常生活來說 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所以 Cox說 Cox也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清分的人員 他之前已經在屈福特和石非聯 做過相關職位 但是他就說 就算他 這麼有經驗 來到萬元 他都覺得萬元 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始終 在球隊裡面 對於年輕人的成長發展 是很重要的 剛剛我記得 我在節目也跟大家說過 在去年的十二月 我們剛剛就是 做了一個紀錄 就是連續四千場 一隊的賽事 是有一位或以上 的清分球員 參與連續四千場 的定級聯賽賽事 有 一隊賽事 是有 年輕 清分球員參與 這個紀錄 其實四千場球 是說了多久呢 是說的是 八十二年的時間 所以 我想這一集 我相信 我昨晚都說 未必個個有興趣 尤其是一聽到的題目 可能覺得馬上適忌 但是 我也是那句 如果你聽到這裡 其實你就真的會認識了 究竟 我們的萬元清分 是不是就是 好像 大家心目中這樣想 可以將 本地有 踢球能力的球員 訓練他們成為足球員 或者十幾歲那些 就買他們回來 叫他們踢球 踢球 其實 萬聯的清分團隊 我想 將一些 有潛質的球員 訓練成為職業球員 是他們的 工作一部分 但是他們工作更加大的部分 就是希望 多數都是本地 喜歡踢球的小朋友 可以健康成長 我想對於很多朋友來說 這些資訊 比較在轉會 或者我們看了一場好球 或者我們評價一些球員 戰術的 可以說得上是微不足道 但是 我自己覺得 一個足球會 不是就是踢球 踢球 這些 對於本地 或者當地社會的影響 我覺得都是同樣重要 多謝收睇今集的節目 拜拜 好 大家好 哈囉 哈囉 歡迎來到 今天的獨讀報紙 全全萬聯 今天有很多題目 跟大家說 也跟大家說一聲 因為我發覺 如果我把直播收起來 很多現場的 漫迷的精彩留言就沒有了 所以 讀到報紙全全萬聯 現在就會是兩個台都有的 包括 《萬聯球迷拍大巴》 和《萬聯新聞一分鐘》 都會有這個節目 不過有一點點不同 《萬聯球迷拍大巴》 這個節目就會是錄音版 就比較純粹講 萬聯多些 或者講一些 大家有興趣的題目 即日的話題 而 那個長一點的版本 就會在這個 《萬聯新聞一分鐘》 那裏會講多一點點限定 但在那裏看 也會見到多些 即場漫迷的留言 所以 你們想看 在哪個台上看這個節目 你們自己選擇 好 今天幾件大事要講的 首先 重中之重 要講一件事 因為今早起床 已經有人 跟我說 大巴 《萬聯》被人追溯 我就說 《萬聯》被人追溯 這麼大件事 什麼事啊 原來 那件事 我剛剛就 那位朋友 跟我說之前 大約五分鐘左右 因為我起床一看 就看到那件事 原來就是 那件事 我發覺 又是那句 不知道 被他嚇死 原來 看清楚 就得淡笑 被他笑死 是什麼事呢 有件事 就是說 市撲停 就賣了 《萬聯》給我們 我想大家都肯定知道 就說市撲停 現在球會財政有問題 就跟這件事有關 當然 有很多敵對 萬聯的媒體 當然是拿來做新聞 說真的 這個新聞 絕對是錯誤 如果說市撲停要追萬聯 即是說萬聯拖數 即是說萬聯拖數 所以令到市撲停 財政有問題 這個是錯誤的 為什麼呢 我已經看回相關的報道 那個報道 我相信 跟事實相當接近 其實整件事是怎樣 班農芬蘭迪斯 一定要給的轉購費 大約是四十多萬 即是四千多萬磅 然後還有千多二千萬磅 就是選擇的 即是他不知去到什麼目標 才得到的 好了 那塊錢 我比較容易說 我當他四十八 四千八百萬的英鎊 我當了 大約 其實萬聯當時 就跟他談的時候 已經說好了 分四期比 記不記得我們經常都說 很多時候 球員的轉購費 是分期比的 所以就分了四期 四十八除四 即是每年就給千二萬磅 當時 市撲停其實已經缺錢 因為大家不知 記不記得 我們追班洛弘迪斯 都說過幾次 其實他本身有FFP問題 即是 市撲停本身有FFP問題 他本身球會也有錢 有問題 再加上停賽了這麼久 他們當然 那個財政問題更加壞 但當時為什麼他答應 我們可以分四期比呢 就是因為他找了一間銀行 據聞是德國銀行 這個就是那個報道都沒有 即是不能夠證實 但據聞是一間德國銀行 就承受了這個風險 承受了這個風險 這個風險是什麼意思呢 道理就是 萬聯分四年給的 那四千八百萬磅 但是 市撲停可以一次過收了四千八萬磅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中間的銀行 承受了風險 當然 當他承受風險的時候 就會收回一個手續費 他就會收回市撲停一個手續費 大約是3-5% 所以 因為這樣 那個銀行就一次過 電電了錢給市撲停先 OK 然後呢 萬聯就慢慢移動的時候 那家銀行就移動了錢 原本這個安排 就是一家便宜兩家著 市撲停可以收到即時的錢 萬聯又可以分其比 而那家銀行 也賺到他應該有的 大約聽聞就是 整個費用的3-5% 這個也是銀行怎樣運作的 我想大家都明白的 好了 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今早我看到的報道就是 那間華爾 華爾德國的銀行 就退貸 就覺得 不是啊 現在那個足球界的風險承受高了 他覺得 我覺得他想什麼呢 第一 他可能想退貸不做這宗生意 第二 他覺得 就算做這宗生意 現在就不是收你原本的手續費的3-5%了 現在那個風險大了 可能要收你10%了 所以 就在這個位置膠著了 所以 我想聽完我說之後 大家聰明的萬聯已經明白到 其實這件事 嚴格來說 就不關萬聯事的 是市撲停和那家銀行 去怎樣搞 對吧 因為我們一早跟市撲停談的時候 已經大家答應了大家 是分四年了 不過市撲停就找了一個辦法 類似按樓的意思 大家都明白 大家如果買個樓 就明白我說什麼 大約按了樓這樣 不過他按了債務 或者按了收費 收錢的權利 所以整件事就是這樣 所以嚴格來說 是跟萬聯無關的 OK 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解釋清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宗新聞 但我也覺得 就算今天看不到 我相信很快就會有些媒體 就拿來做萬聯 大家都知道 萬聯 很多媒體都很喜歡做我們 希望大家明白了 所以看到 如果看到相關的新聞 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根本就不關我們事 但說真的 這件事也可以告訴大家 整個足球界 整個足球界 在借貸方面 都肯定是困難了 即是說銀行 對於足球界 或者體育界的借貸 肯定會收緊了 這個本身就是再一個助織 這個下 即是接下來 不知道是不是下季 的轉匯槍 接下來的轉匯槍 轉匯費 更加一定會減 沒有可能 不要說沒有可能 或者有一些比較大手交易的可能性 只會越來越低 因為借貸方面 利息貴了 或者根本借不到 說真的 你想一下 萬聯 我相信現在還能借到錢 但是可能要貴少少利息 這球隊 可能連錢都借不到 所以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足球界 萬聯 相對來說 影響會比較小 但是 全足球界都會受影響 OK 好 既然你們大家都說普巴那件事 我儘管就說普巴那件事 普巴真是厲害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我的IG 那裡說 其實 其實呢 全萬聯那裡 經常拿普巴來搞 經常都說普巴去祖仔 就換到三個回來 去皇馬又換到兩個回來 甚至乎還要有錢代落 那些萬聯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普巴也是一個有用的球員 以及技術好的球員 但是普巴不是真的說到他們這麼值錢 可以一個換幾個這麼厲害 昨天就已經跟大家說了 去巴尼瑟爾門 就可以換Dressler加迪瑪利亞 還有錢代落袋 說真的 大家聽到迪瑪利亞的名字 我看到 無論是我們 Youtube 我昨天那條Youtube的留言 或者是房間 很多萬聯的網討論 大家都覺得不用了 迪瑪利亞多餘 廢話 但是呢 今天又到什麼了 今天又到祖雲達斯 祖雲達斯 我記得換三個 我記得 沒錯 祖雲達斯說 如果我們拿普巴 就可以換到三個球員 回來 媒體就是Tutu Sport 當然是意大利的媒體 這個不用我說 大家都猜到 換誰呢 換藍絲 比真力 和Rabio 哇 大哥 說真的 藍絲 祖仔 是免簽回來的 還有呢 我記得上一次有朋友說過 藍絲 祖雲達斯 也算是 踢得不錯了 現在 但是呢 他們也是免簽回來 我們是適用的 但問題是年紀真的大了 老實說 另外 比真力 又是年紀大 比真力真的好球 老實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 在現場聽到的朋友反對 或者有沒有聽到 重溫的朋友反對 比真力真的好球 不過年紀大一點 就不太適合我們 第三個 Rabio 哇 說真的 這個是很麻煩的人 你只要他 有幾場沒有正選 他媽媽就會出聲 我兒子那麼好球 為什麼不讓他踢 那些 所以 老實說 說真的 用普巴換他三個回來 還要說沒有錢 那大哥 你不用想 三個都不適合我們 本身 還要有一個 煩得爆 那說真的 我覺得 這件事 我就覺得 這個作品 我就會比較 給得低分 因為 為什麼呢 我可以和大家 比較一下 昨天PSC 那件作品 和今天 祖雲大師這件作品 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最大的分別就是 PSC那位作者 聰明 他說兩個球員加錢 為什麼呢 那個錢可以多可以少 就算我們作為萬聯球迷 覺得普巴 等於兩個球員 再加一塊錢 他沒有說多少錢 我們一定覺得 都可以 看看加多少 但是這次 祖雲大師 這位朋友 他作得差一點 因為他說三個球員換 說真的 好像我這樣看 這三個球員一稱賣 不是 他沒有說加錢 因為 我們當然不適合 所以 今天 祖雲大師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作品 比較低分 但是昨天PSC那件事 衰就衰在 他不知沒有做功課 無緣無故拘捕了 迪馬尼亞下水 還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 所以兩件作品 這兩件作品 都有些瑕疵 不太好 大家繼續努力 各位 哈哈 OK 那麼 阿Lock都說 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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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老 好似斯丹想要浦巴 感覺上 黃馬不上 這個一路的傳聞 都是這樣的 其實 傳到現在這一刻 我想浦巴 真的很喜歡 對不起 斯丹是否真的喜歡 很想要浦巴 我也有個很大的問號 老實說 好 這單就說了 究竟浦巴 可以換到多少個球員 好 接著 這件事 跟我們真的很有關係 這件事 大家要重點聽 就是什麼呢 迪基亞 剛剛在我們 United Podcast 做了一個簡短的訪問 說了一些事情 首先 我先重複迪基亞 說的事情 好嗎 然後再說一下 這個有什麼影響 迪基亞 就說 是啊 我現在就在馬聯 很多年了 感覺上越來越老 很久了 但是他說 在這個球會裡面 一直參與 真的很棒 很棒 大家想想 十年 好像發了一場夢 在這個球會 踢球 真的很開心 希望可以在這裏 繼續 很多年 很多年 OK 還有一點話說 他覺得 整隊球 現在真的進步了 我們在停賽前 我們在一個很好的時間 我覺得 我們在一個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的狀態之下 沒有什麼失球 而且 他都覺得 Buno來到 就令到 我們的質素 提高了很多 他說 Buno 是一個很聰明的球員 一個頂級的中場球員 整隊球隊 跟他一起去進步 很可惜 現在我們就停賽了 不然我們可以 乘著勢 應該會踢得更好 但是 他就說 希望 踢球之後 我們受傷的球員 可以踢得回 即是福仔和寶巴 絕對 迪基亞 就覺得 我們是有能力 挑戰 所有的強隊 這段訪問 講完之後 就有幾件事 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 迪基亞真的想留下 大家都知道 我們還有另一位 很好的門章 Dean Henderson 看個小 迪基亞 就不會打算離開 起碼現在這樣說 雖然他在官網這樣說 要大家自己打個折 但是 我看他的樣子 他也是想留下 因為 為什麼 如果說 在萬聯踢球 踢得最久的門將 就是踢了十二年的 Alex Stadney 他在萬聯踢了十二年 包括六八年 那次贏歐洲盃 都是他有份踢的 以及七七年的 竹種盃決賽 他也有份踢的 這個就是在萬聯 踢得最久的龍門 十二年 Alex Stadney 接著就是 舒米高 踢了八年 接著就是雲特沙 踢了六年的 看他的樣子 迪基亞很想破 很想破 這個 Alex Stadney的紀錄 但是 就真的要先問 Dine Henderson 那究竟 這個就 說真的 迪基亞這樣表態之後 或者大家聽完 這段對話之後 很明顯就是 他想留下 這樣 怎樣去處理 Dine Henderson 就真的考起 穆仔和蘇斯特沙 究竟他會不會聽我說 兩個回來競爭 還是聽 好像其他漫迷朋友說 不行 龍門很難競爭 可能要二選一 說真的 再加上現在的時勢 我想 Dine Henderson 幾好球都好 都沒有多少球會 可以 負擔得起 如果要買他 所以真的好難搞 我想 大家知道 大家要看看 究竟他們會怎樣處理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就真的好考他們的功夫 這樣 大家都還在討論 泡包換到多少 換到多少人回來 OK OK 不過 說真的 大家真的 說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做到 但是我的自己 我自己的心態 真的 看看大家有多創意 有多有創意 不需要上心 很多這些全萬聯的報道 真的不要上心 OK 那就 看看 雖然 這件事 我想 大家都要明白 雖然 連家特 在球場上的表現 是真的比較敏 但是 我想也要跟他 說一聲 因為始終他做了些善事 也跟大家提一提 其實不是他說的 是有一個慈善團體 叫Boot the Virus 他就說 連家特捐了一隻 他簽了名的 Boot 就是 他們舉辦了一個 叫做 捐錢給NHS 那邊的 醫療團 就是 醫療 那個 機構 他就多謝 連家特 連美斯捐了一對鞋 捐了一對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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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實我們很多球員 都很願意做善事 不過有時候是說 報道多少 說真的 另外還有 還有這宗全曼聯 有傳說 曼聯 就真的去看奧士文丹比利 奧士文丹比利 奧士文丹比利 就是巴塞那個 根據 這個 西班牙那邊的媒體 Sport 就說 阿仙奴和辦聯 都是去問 究竟 奧士文丹比利 那個傷勢是怎樣的 就是說 他們對他有興趣 這樣 這件事就不是太多 詳細資料 又是那句 我們去問一些問題 其實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奧士文丹比利 就真的不要搞了 真的不要搞了 真的 除了只搞 我想不到其他的應用詞 OK 那就 好 今天講完 錄音的最後一件事 這一件事 我原本 就想著在直播先講 錄音不講的 但是 在直播的時候 就講了另外一件事 所以這件事就可以在這裡講 OK 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今天在Twitter上 看到一個三哥的訪問 就是艾夫娜的訪問 我看到艾夫娜的訪問 他就講起 他們 即是球員 和球迷的關係 亦都講了 費Sir的一個小故事 在這裡想和大家分享 在今晚的獨特報紙傳傳晚亂 就是什麼呢 艾夫娜就說 有一次呢 他們去了美國 即是皮斯診 即是季前醫生 去了美國的 他說那天的訓練 因為美國很熱的 那天 他們那天訓練完之後 每個人都累到死 又熱又痠又累 原來他們有一個傳統的 我不知道現在的球員 還是不是這樣 但是艾夫娜 即是阿三哥 那時踢球的時候 傳統就是說 如果有一群球迷 站著等他們 拿簽名 第一個球員 如果簽的話 就全部都會 簽的 即是全部都會 停下簽的 如果第一個球員 skip了 沒有簽的話 其他球員就跟著 一起不簽的 那麼他說那一天 有一群球迷在門口等 那麼 他沒有說哪個第一個 不知道是不是他 那一天 因為很累 第一時間飆了上車 就打算回酒店 因為這樣 所有球員飆了上車 然後艾夫娜就說 我跟著在車上高 窗門那邊 看回到球迷那邊 艾夫娜就說 這次糟糕了 為什麼呢 原來艾夫娜就拿到 費格遜 即是費Sir 就停下了 跟球迷簽名 簽了很多個 OK 然後艾夫娜就說 心覺感覺不妙 這次糟糕了 原來就被他猜中了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阿費Sir呢 一上了車 上了那輛旅遊車 開封筒說 喂 我想 中間夾雜了很多 我們不能說的 或者我不懂說 說得不厲害的 就是說 你們當自己是什麼 那些球迷在這裡等你 那麼久 一個都不簽 結果 整班球員就下車簽名 他說他們每個人 都差不多簽了 100個名 OK 那艾夫娜說這件事 想說什麼呢 他就說 其實 他就想分享給大家聽 阿費Sir 對於球迷 是有多愛護 他有多著重 球迷 因為 因為 費Sir很清楚 沒有球迷就沒有曼聯 OK 所以呢 他也都說 艾夫娜自己都這樣說 他說 他說他自己很少說謊 然後他就說 我來曼聯 就是因為 這些事情 令到我們聯繫了 我們跟曼聯 大家的頻道正確 所以呢 他就是很喜歡曼聯 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費Sir 這種心態 或者這種態度 令到阿三哥很喜歡曼聯 另外 他又說了另一個例子 就令到他 他說 那一場球 或者那個時刻 他說他這一輩子都會記得 就是什麼呢 他說有一年 大家可以猜猜哪一年 他們 我們曼聯 在主場 輸給利物浦 4比1 他就說 他以前在歐洲踢球 在法國踢球 如果你 就是主隊 輸球4比1的話 主場的球迷 只會噓你們 罵你們 炳你們 但是他說 那一場球 他在跟衣室 或者不知 在球員通道那裡 或者 就聽到曼聯的球迷 開始唱歌 他說 United United 就是唱一些萬元的歌 幫我們打氣 然後 輝sir 入到跟衣室之後 就跟球員說 大家聽到了 還有 輝sir 那場球沒有生氣 輸4比1比利物浦都沒有生氣 但是輝sir就跟他們說 大家聽到球迷做了什麼 大家 你們作為球員 是不是很應該 踢好一點 去回軌他們 幫他們 贏回聯賽 鼓軍 啊 Tony厲害 結果 那一年 我們就贏了 英超鼓軍 那 艾夫拿 就分享了這些 點滴給我們聽 我覺得 就是跟 今天 下午那條片 講清睡 呢 都有一些 類似的 作用 或者類似的 說的情況 都是相似 就是說 其實萬聯這個球會 是真的 好像一個大家庭 因為 無論是球員 領隊 或者球迷 其實 大家都是 就是 適合頻道才會在一起 還有你看到 輝sir 我相信現在的蘇斯克查 都會是 會跟輝sir這一套 就是說他們很著重 球迷 球員 和球會 之間的關係 那你看到 為什麼我們近來 雖然是一個 比較困難的時候 就是說整個足球圈 或者整個世界 但是 我們萬聯 其實做的事情 都是好 就是 我不敢說 要值得掌聲 但是萬聯做的事情 起碼不會被人罵 其實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的心態是好 我們的心態是正確 就是說整個球會 所以 才會做到這樣的事情 還有 我們是幸運的 在財政上 我們未必 那麼有 大的壓力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關係的 OK 今天的節目 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如果真的 你聽到這裡的話 有未聽下午那段 關於青粉的影片 其實我很鼓勵大家 聽回它的 如果未聽的話 OK 我們到這裡 明天再跟大家說謊